冠军 自身的一些乒乓球 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一个我想的跟这个釜山的天气有关 因为天气比较 所以下雨之后呢 它场馆速度这么快 需要运动员在场上 能够及时的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水谷笋是11比7先胜 单打在去年的时候 应该是战胜过张继科 获得了巴黎世评赛男子双打的冠军 擦边 又突出 因为 无论是战得非常大 又是反手相持 陈杰安拉住反手 滑了一下 水谷笋呢 它就是手感好 中远台的能力非常强 它中远台 能够 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出色 还有张一博 过于沉重 那么反过来 亚洲锦标赛呢 它是一项传统性赛事 全部是参加了这次比赛 分别 南队有中国 日本 中国香港 中华台北 韩国和新加坡 水谷笋 水谷笋在第二局一度落后 还是拿下第二局 这样二饼领先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比陈杰安更灵巧一些 打的一个清零变化型的路线 好球 水谷笋呢 也能及时放慢 如果这一辈子 特点 就是快速 零变 中远台能力的技术风格 好的 就能够打到那种 忘我的一种境界和状态 好的 做起的 比赛的气氛 运动员的状态 都是由运动员 大家的共同努力 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赛 到最后的一个